这绝对是孟赫棠最尴尬的一次演出 2011年 等云社15周年庆之际 郭德纲带人安排了一场相声剧 本想通过这场演出 让大家了解相声的发展时 没想到开场就遭遇了滑铁路 孟赫棠刚上场三分钟 台下观众的起哄声就一声更比一声高 孟赫棠虽然心慌 但还是坚持演完了全程 然而就当孟赫棠松一口气的时候 却发现下一个演出还是自己的 而且它还是灵狐 里面有个包袱 更是让大家翘首以待 可让人失望的是 孟赫棠不仅因为太紧张 灵舞出错 就连这个节目里面的包袱也没有发挥出来 惹得观众倒好声不断 在观众的影响下 台上演员也乱成一团 只能硬着头皮继续表演 演出结束后孟赫棠直接哭了出来 并且之后很长一段时间不敢上台 看着徒弟被欺负 郭德纲自然不会冷眼旁观 冲上台就和那些起哄的观众对峙 这是郭德纲第一次朝观众发火 不怪郭德纲如此生气 实在是他为了这场演出付出了太多 演出前三个月 他就和于谦商讨剧本 然后带着全社上下几百位弟子一起排练 最后才有了台上的一切 谁知他们的付出不仅没有得到回报 还狠狠把他们的心血踩在了脚底下 这是郭德纲所不能容忍的 至于观众反应为何那么大 一来这场相声剧确实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 看久了很多意思 二来主办方在卖票的时候 并没有言明这是一场相声剧 很多人以为是郭德纲相声专场 所以就买票了 因此大家的反应才会那么大